大家好,这里是莫林 今天又来给大家补视频了 经过粉丝群里面的投票的话 最高的其实是仙魔系统 最高的就是希望我这一期出的是仙魔系统 但是的确我这个耗子它本身还没有到合体 就没办法去给你们 没办法去给你们很好很通透的去讲解到仙魔系统 就感觉你们是硬杠啊 非得让我去讲仙魔系统 没办法我只能选个排名第二的了 好吧我就给大家今天详细说一下古宝系统的一个问题 其实古宝系统的话我个人啊 我个人是把古宝系统分为 两个就是的确它本身就是两个提升方式 一个是祝灵一个是身心 这点你们一定要理解清楚啊 身心和祝灵的重要性重要级 优先级一定要明白清楚 首先无论是身心还是祝灵啊 它们都可以使法宝 使我们的古宝获得一定的提升 是吧 使我们的古宝获得一定的提升 提升在哪里呢 比如说 就拿最重要的两个东西来说一下啊 就是巨灵玉壁和灵阳灵玉这两个东西 就是你祝灵啊 不好意思我现在坐到最高级了 随便找个其他的吧 比如说妖神猪啊 你祝灵和身心它都是可以得到一定的提升的 祝灵提升的呢 是我们古宝的一个效果啊 本身的一个被动效果的一个提升啊 然后提升的提升的程度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祝灵的话 它本身是有加8和加10的上限分别的 有一些古宝是加8上限 有一些古宝是加10的上限分别 然后身心呢 都是一样的好吧 身心最高只能拉到五星 然后有一个觉醒 然后每一次身心的话 加的数量会比祝灵加的数量高一些 你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妖神猪啊 我身心的话是加2.4%的一个被动效果 然后我祝灵的话是加一个1.2%的效果 就相当于身心比祝灵啊 来得更好一些啊 但是啊 本身的话身心和祝灵消耗的资源也是不同的啊 身心消耗的是我们的一个身心石啊 然后古宝的一个碎片啊 身心石古宝的碎片或者是其他颜色的古宝碎片 然后祝灵消耗的呢 是我们的一个祝灵消耗的是我们的一个灵程 好吧 一个星程 下品星程中品星程上品星程极品星程 好吧 然后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就是古宝祝灵和身心的重要性吧 因为无论是祝灵还是身心 它都会给你增加古宝的一个被动效果 是不是 然后什么样的古宝才是最先应该提升的呢 无论境界啊 无论境界 无论修为 只要你拿到了一些古宝 就应该要去提升它的最重要的啊 我个人认为是 我个人认为祝灵最重要的是那个 巨灵玉壁和离安玲遇这两个东西 当然呃 其实到了灵界啊 到了灵界是可以住到加巴的 但实际上你们加巴的重要性也并没有那么高 好吧 巨灵玉壁的话 你住到加七也差不多了啊 到了大城 到了呃 那个涅槃的时候 你在住到加巴其实你会发现和你之前可能也差差距不大呃 就和我现在反须就已经住了呃 差距并不大 它可能差的就只有几颗丹药而已 随着时间积累 它也只有几颗丹药 但是前期的柱灵是很好去住的好吧 前期的柱灵是很好去住的 就是像这种古宝 我还是建议你们呃 迟早是要拉满并且觉醒的啊 就是他只能加巴嘛 迟早是要加巴并且觉醒的 为什么这样呢 呃 因为他获得了洞府灵气的提升 或者说是灵阳淋浴这种丹药修为的提升 呃 它是一个长久性的长期的一个收益 是不是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磕单 每天都是呃 会自动去闭关的 是不是 呃 不是自动闭关 就是自动获得修为的 呃 我们每就是每运行一个周天 会获得一次修为 呃 会获得一次修为 然后修为其实就是 每八秒钟得一次经验 可以这么浅显的理解吧 啊 因为周天的话其实就是 一一天是分为10800周天好吧 10800周天 意思是假如说我的洞府灵气 假如说我的灵气吸收率啊 这和吸收率也是有关的 假如说我的灵气吸收率是百分百的时候 那我们洞府灵气啊 我这个距离玉璧 我每升一点是不是 我每每升一级 他加个百分之呃 升一星他加个百分之1.2啊 就是助灵一下 他可能只加百分之0.2 呃 就是我们我每去生 我每去助灵一下 他只加0.2 但是我每天就比人家要多几千的一个修为 是不是 就是零百零点二呃 乘以一个百分百的吸收率 然后再乘以一个呃 修为呃 再乘以一个时间 就是一万零八百个呃周天 那我每天就比人家多几千的周围 那日积越累下来我们长期玩一个游戏 他日积越累下来我获得的资源也会比别人更多 啊但是为什么前期我建议你们大概加7就可以了呢 因为呃 这这个资源的获取 尤其是红色的凌晨是很难去获取到的 好吧 到了那个 到了返须到了灵界的时候 我们红色凌晨的获取方式可能啊 你除开课金的各类活动也就只有八荒能够稳定去获取了 那加7其实是够用的了 那你给其他的比较好用的实战的类型的古宝去加上去 你自己的战力提升了 你自己获得的收益当然也会更高 比如我的排名越高 我自己的收益当然也会越高 啊 但是黎阳淋浴这个东西啊 我是建议你们能尽早加8就尽早加8啊 尤其是有瓶子的好吧 有瓶子的 因为一个瓶子的红丹就是40万 一个瓶子的红丹就是40万 他每每天我假设你就吃两颗红丹好吧 每天吃两颗红丹 啊 然后这还是这还是反须 这还是反须到了合体的话 他加的更多是吧 那你每天吃那么多丹药 他都能提升0.2% 他其实是加的是特别多的 好吧 加的是特别多的 你早点去注灵满 早点去升星升满 并且觉醒是最好的一个效果 啊 然后我们就先说注灵方面的问题吧 好吧 啊 注灵方面我个人的建议啊 我个人的建议是啊 首先聚灵玉璧和黎阳淋浴尽量往上拉 尽量往上拉 然后到了反须后期你可以尝试去加7啊 甚至加8好吧 甚至加8 然后我如果有瓶子的话 黎阳淋浴他的重要性一定是比聚灵玉璧要更高一些的 呃 然后呃 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主动攻击古堡 好吧 主动攻击古堡呢 他虽然他的冷却很长 其实呃 在前期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打一架啊 和别人PVP打一架的时候 他只能造成一次伤害 但是 每一次的注灵 他提升的效果都是很大的 好吧 提升的效果都是很大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不在乎 主动古堡也要往上提 啊 到了反须境界的话 我个人建议至少主动古堡要加6了 啊 能加7是最好的 加8的话 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必要性反须的时候去加了 好吧 然后神通增减伤啊 神通增减伤这类的古堡呢 重要性也是比较高的啊 但是他是一个阶段性的啊 因为他本身 呃 助灵和身心他提升的效果并不大 你们只要拿到相应的套装效果就可以了 好吧 就是身心会有一定的套装效果啊 三星套装效果啊 觉醒套装效果太难拿了 他毕竟是一个金色嘛 他太难觉醒了 那不着急慢慢来就行了啊 最主要的就是助灵稍微助到个加5加6 也是无伤大雅的好吧 这和我们实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但是他实际上加的并不多 是不是 我们比如说我现在再注意一下 我100的一个金城 他只给我加0.2%的神通增减伤啊 那效果其实一般般 但是总体的来说还是要去助的好吧 不用太高 然后四肢的一个重要性 无论是法修还是体修 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我更建议你们去助灵真元 然后再去助灵气血 然后再去助灵啊 攻击类啊 首先你们要明白真元和气血的重要性是什么 真元尤其对于法修来说 就是真元越高你的盾越厚是不是 你带神通盾盾越厚 对于体修来说也是一样的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真元去支撑你去放护盾 体修也是带盾的是不是 啊去放护盾 然后体修的话足够的真元支撑你去放技能 然后气血呢 就是扛不扛得住活不活的下来就是干气血了 所以说气血也是要往上注的 然后攻击呢 很多人把攻击放的优先级很高啊 放的优先级很高 这一点我是很不建议的 为什么 因为攻击的话 呃就是他提升的实际战力的话 还好 但是我个人觉得他是 他是没有相应的气血和真元来的更有效一些的 好吧 如果说你们注重于打架 注重于PVP 那绝对真元和气血绝对比攻击更重要 然后注重于PVE的话 那你无脑升攻击我也不说什么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一点开这个选择属性之后啊 我就攻击牌的第一位呢 我就先升攻击了 这是很错误的一个决定 好吧 这是很错误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们的命中啊 也是很重要的 命中最重要的两个装备呢 一个是金色啊 还有一个是呃那个排在前面的这个蓝色的装备 这两个 一个是按照比例去加你的命中的 一个是按照一个基础属性很高 好吧 呃成色的呃金色的装备 金色的古宝 他的基础属性同样的都是加六 呃他一定会比一定会比蓝色的更高 和紫色其实应该差不多啊 就是可能会有差别啊 这个不能保证 因为古宝的话差异性还是比较大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比如说啊怎么说呢 我现在也没有太多同级别的就是金色和紫色 我想想想啊 大家其实可以点开图键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好吧 点开图键可以看到最终的效果 比如说我都觉醒了 然后我并且都圆满了 我家效果是多少啊 大家祝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像啊这种正如剑这种啊 就是我直接给你属性的 我直接给你属性 我祝灵了之后我就会给你属性 那直接给你属性的这种古宝呢 他的效果一定是没有同样的 比如说都是加法工的一个古宝 比如说我的那个充许币邮件 假如说我的生效数量的确都是可以拉满的话 那充许币邮件这种生效数量的效果一定会比直接给属性的要好 甚至是他的两倍好吧 甚至是他的两倍 所以我认为祝灵的时候 大家最重要的是 尤其是那种可以直接去拉满的一些古宝啊 就比如说 对于我来说这种天命啊 我克了一定的金额嘛 那天命 幻海神针啊 我要我要他生效数量拉满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就会把我的幻海神针加到吧 而并不是把我的正路件加到吧 好吧 大家可以从图件上面看得到啊 大家可以从图件上面看得到 比如说幻海神针加10的话 觉醒是加192万 然后我的正路件的话 觉醒的话是191万 其实差距不大啊 但是我前期 前期加的会更多一些 好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我先把幻海神针给他加到吧了 其实他们两个的数据可能差距只有一点点 但是他身为一个紫色和金色差距只有一点点 为什么我会先加紫色呢 因为我身心很好升 是吧 我身心升到五星了 我身心升到五星了 他是有一个古宝被动效果的提升的 那我的正路件 如果说我现在去加吧的话 他的效果应该是维持在31万的样子 好吧 31万的样子 因为他只有三星 但是我的幻海神针已经达到五星了 那我助灵的时候 我优先的会考虑这种 比如说我金色的 既然我的朱雀印 充许币邮件这种 我是没有办法去买的 前期很难去买 这是日积月累获得的 那我去把我幻海神针去注上去 绝对是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吧 因为我幻海神针已经升星升得很高了 然后还有一点 大家对于 助灵来说 大家可能看到金色的 我就觉得一定比紫色比蓝色的强 蓝色的确大部分都很弱 除开龟纹锅 灵和仙盾这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古堡 就是这种活动类型给的古堡 它通常都会比正常的蓝色要强上挺多的 好吧 但是其他的 我金色和紫色的古堡 为什么我不去把幻海神针 为什么我不把幻海神针留在加四 然后把充许币邮件升上去呢 因为生肖数量的话 我个人的建议是跟着你的 这个生肖数量是我现在获得的数量 18个 它的上限是45个 一个是分子 一个是分母 我建议 咱们维持在1分之1左右 好吧 假如说我的生肖数量达到了 25个 24个 25个 那我可能就会再去给他助灵一次 那他加的的确 我这么去助灵一下 给他助到加5 他可能加的 的确绝对会比我们蓝色的加5 会更有效一些 好吧 但是前期的话就不用助太高了 千万我帮你们看好最忌讳的就是看到你们朱雀印充许币邮剑 体修的呢就是那个 那个顶还有那把叫什么剑去了 体修的就是那个顶还有真武缝魔剑 我看到你们住到看到你们体修的金色的这个攻击住到加8 那我就很难受 因为你这样的话就把你的资源浪费掉了 也实际上获得提升可能我比如说我现在助灵一下啊 他获得提升的话只有24个生肖24个生肖了助灵一下他获得提升也就只有几千点攻击是不是 几千点攻击我这个我去给什么我去给冷霜古印什么注意一下啊 我去给冷霜古印这种能够很容易去获得啊最高上限的一些古宝去注意一下 那他带来的效果会更好啊大家千万不要把古宝的资源浪费了啊资源一定要去很好的去分配他 然后继续说我们助灵方面的问题啊 助灵比较重要的啊一眼看过去就一定是可以住的几个无脑的一个装备啊 几个古宝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真元类型里面呢就是这种杀人类型的啊就杀人类型 当然低克玩家可能考虑的不要那么多 就是一阶入侵这种类型的就是啊红色古宝咱们就不说了红色古宝一定重要性是比金色要高一些的好吧 因为他加的给的实在太多了啊 当然如果说是数量生效的那种咱们就不要太去搭理他 然后化妖狐啊旋动飞升狐这种用机缘天命的托越塔机缘天命的这种 他是很容易去拉满的并且他获得的效果是很好的 大家如果实在是不知道哪些古宝助灵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点开图鉴啊参照一下就行了啊那大家都是加十的时候 那我那我一个是比如说我一个是范英灵啊 我是加380万那我同样是加十的我一个冷双骨印我加的是190万 那当然我先去假如说大家的都能达到上限啊数量生效都能达到上限 那我当然先去驻范英灵会更好一些啊是不是 如果说连二分之一的上限都达不到的话 那咱们就不要去驻到相应的等级了 这点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们古宝助灵方面的一个问题啊 还有啊再强调一遍我们的重要性啊 古宝助灵方面我建议大家啊 距灵欲碧黎阳淋雨 然后到了合体的话有一个十方圆绒坠加仙魔的速度的啊 其次的话就是稍微去注意住啊 稍微去注意住我们的主动攻击古宝啊 到了合体的时候大概加8就可以了啊 返徐的时候就是加7就够了啊 差距并不会特别大啊 然后我们的一个神通增减商的一些古宝啊 神通增减商的一些古宝啊 骑仙顶这个东西如果说大家是低客玩家一点都不要住好吧 然后这两个东西混元金顶和距灵宝数相当于一个银行一样啊 也不用住的太高 的确是当时非常缺机缘 那我去住一下 他会通过邮件补还给我们 但是这些东西 骑仙顶 会员金顶 距灵宝数这种类型呢 是不能去重置的好吧 是不能重置古宝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住了 然后像妖神猪这种灵兽类的啊 到了合体的时候 那个比如说49-2的城镇Boss 大家经常打不过 这种时候我们的宠物的效果就提升上来了 宠物的重要性就拉上来了 尤其是刻的还算比较多的玩家 那你的妖神猪啊 镇腰帆啊 这种加你的宠物的一个增减商的 主要是以增商为主啊 就是修为服用丹药效果更好的话 那我宠物的属性会更高 是不是 然后那个龙鹰剑这种加物攻的 比如说我带的狮子 我加物攻的 那效果一定会更好 是不是 那我们这些都一定要往上稍微去注意住的 然后 然后大头来了 最重要的助灵的当然就是真元啊 气血这些了 好吧 真元这边的话 金色古堡能达到上限的你就往上拉就行了 能达到上限的你就往上拉 尤其是以化妖狐和托月塔这种比较容易去达到上限的为主 炼妖狐这种红色的古堡的话 就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吧 这种东西都说不准 然后你们如果说拿的是伏西琴啊什么的 就没必要给他 花大力给他往上注啊 东方中伏西琴这种 因为他是要圆满功法的也就是大克了 可能到了涅槃后期都没有办法去达到 可能都没有办法去达到一半的 好吧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想太多了啊 这种东方中伏西琴拿到了稍微注意住 意思意思 注到个加四加五 那顶天了 不要在网上注太高了 尤其是分子没有达到分母的一半的时候 大家就尽量不要去想了好吧 不要因为他是红色古堡 所以就去偏袒他去注灵 不要这样 就是注灵方面要注意的一点好吧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身心 身心还有一点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身心除开会增加你古堡的一个身心效果 他提升你的被动效果嘛 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给你的基础效果 基础效果只有通过身心才能提升 身心的话 其实古堡只分为几种啊 除开他特定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我加气血加真元呢 加命中的呀 那我身心的 还看的重要性就是加破防好吧 物理破防和法术破防 比如说我是一个法修 我的法术破防对于我的好处 就是我打人更痛啊 这就是最直白的解释 那物理破防都有没有用呢 很多人都是觉得没用 但其实 低课玩家就不要去注物理破防了 但是稍微课了一点的 有条件的 咱们物理破防也往上拉一拉 好吧 就比如说有很多古堡 他只加那种法术破防 不加物理破防的啊 只加格档和破防 只加法术格档和破防 比如说幻海神针 但是他不加物理破防的啊 这个你们无脑 无脑往上升心啊 都可以的 没关系 但是一定要记住啊 就是说 如果说他家的那个 就是你稍微课了一些 那你的物理破防也要往上点 为什么呢 跟大家强调一遍啊 冷知识 真的很少人知道 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法术破防代表的是 你打人家更痛啊 你打人的时候 可以减少他的防御力 是不是 就是你身为一个法修 我身为一个法修啊 我的法术破防比别人高 那我打人的时候 可以降低别人的防御力 我的攻击就相当于 往上升了 但是物理破防对于我来说 有什么意义呢 物理破防 体修打我的时候 他的物理破防 减去我的物理破防 然后再扣我的 再扣我的防御力 知道吗 这就是物理破防的重要性 所以说 我建议稍微课了一些的玩家 物理破防也要跟上 也不 不一定要紧贴着法术破防那么高 但是也要稍微的去跟上 好吧 咱们一定要也是要跟上的 然后你们在人界的时候 有一个活动 会给你们一件衣服 一定要记住啊 那个衣服 他是要2550吧 如果说我没记错 他是要2550点 那个功法的一些 活动的 那个数值才能拿得到 最后一个那个800的天机石 你们所有人刻度 在人界的时候 刻度在 2万一下的 咱们不要去想那件事情 好吧 咱们不要去想那件事情 因为 因为古堡的身心 讲究的是什么 古堡的身心呢 首先他加的是物理破防 法术破防 然后他加被动效果 但是身心他要求的是什么 第一次身心 第二次身心 我们只要身心时就够了 第三次身心呢 我们是需要 我们是需要一定的装备碎片的 好吧 需要装备碎片的 第四次身心 三星升四星的时候呢 我们是需要比你次一档次的装备碎片的 好吧 比你次一档次的装备碎片 当然蓝色就是 就是要本装备的装备碎片 要本装备的装备碎片 金色就是要紫色的碎片 这些碎片的话 随你什么 只要是你满心了 就一出来的碎片 就会变成这个碎片 都是可以作为狗粮使用的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碎片啊 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蓝色的装备啊 就有一些装备 为什么特意要去生他呢 就是比如说我获取到很多的啊 三页针 我有很多的碎片 那我三页针升到了五星啊 升到五星 那他多出来的这个32个三页针 他他这个碎片就可以当做狗粮 喂给我下次要其他啊 其他的紫色古宝我要生的时候 或者说是我要觉醒的时候啊 就可以作为作为狗粮 然后紫色碎片也是同理 也是说把紫色的古宝 升到了五星啊 之后他溢出来的 就会变成碎片啊 比如说我的紫电六级伞 就是五星了 然后他自己多的就会变成碎片 但是他还没有觉醒 是不是 我还没有去觉醒他 然后其实住呃 然后其实升星的话重要性还是那样的 好吧 呃就是巨灵玉壁灵亚灵玉这两个玩意儿是很重要的 然后其次是我们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古宝好吧 主动的古宝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还有就是神通增减伤稍微往上注意住啊 神通增减伤稍微往上升星升一下 呃 然后就是我们的真元古宝啊 气血古宝啊 往上升 其实最重要的看的还是我们的一个破防好吧 呃 就比如说我家法术破防加的多 我家法术格党物理格党加的多 那我 无脑往上升 无论是法术格党还是物理格党 往上升就行了 但是破防的话 那的确我是一个法修 法术破防的重要性是高于那个物理破防的 那我法术破防呢 我先往上升 我再去升物理破防那就行了 好吧 就是比如说像我这个情况呢 我是法术破防能升就升了 好吧 能升就升了 然后物理破防类型的古宝呢 我就是大概呃 给他升到个二星的样子就可以了啊 像苍龙几的话 这种法术破防物理破防双破都加等 那我是优先会给他升升级的 优先会给他升星的 然后一定要记住啊 就是说这种 物攻啊 命中啊 因为我之前是玩过一段时间的 就是双控流 就是我也带了体修的技能 所以说我还是往上去助灵了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去助灵 好吧 这个助灵停留在灵也无所谓的啊 就是差距不大 就是 尤其是物理命中啊 身为一个法修 我的物理命中都归零 没关系啊 我升星的原因是因为他加的是法术破防 好吧 穿越剑加的是法术破防 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去 没事去看一看这个装备的图鉴啊 所有的装备都会在上面 虽然 呃 所有的古宝都会在上面 虽然我不一定拿到了 但是我可以了解他的属性 我大概知道了之后 以后我一点开古宝 我就知道应该要升哪些东西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点啊 就是身心最重要的 还有一点东西就是套装效果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套装效果 比如说 呃 大概点开这里 选择套装效果 就可以看得到了 然后 呃 基本上套装效果 要么就是那种特定古宝 它是不能特殊古宝 它是不能去升星的 拿到了 拿到了全套 就会有全套的效果 有一些只要你拿到了 呃 然后你要升到三星 才会有一个额外的更多的效果 好吧 就比如说 这个周天星斗 那我需要升到三星 我才能拿到 呃 一个法宝减伤的效果 法宝减伤 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用啊 就是合体的话 呃 反须的话 效果也不大 到了合体啊 甚至大臣涅槃的时候 法宝增减伤就开始凸显出来了 一定要早点升 没关系的 然后一些特殊活动时候 给到古宝的话 它也是有套装效果的 好吧 也是有套装效果的 提升其实也是挺大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然后真元破鞋啊 这种也是神尊增减伤 这种类型的 好吧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套装效果 至少要升到三星 那我有条件的话 我也会去拉五星 只是说 可能也需要很多的碎片 我碎片不够 那我就不会往上拉了 呃 就慢慢来就行了 这是一个长期的积累 但是一定要记住 最优先升级的是 那个聚灵玉璧和领氧淋雨 然后到了 有先魔的话 拿到了十方圆容坠 就是加先魔修炼速度的 那我们把十方圆容坠 也给它住上去 也给它甚至觉醒 好吧 它是金色的就比较难 慢慢来就行了 但是提早一步生 你每天获取到资源量 都会比人家更多 一定是比较重要的 好吧 然后 这边古宝方面 应该没有其他太多的问题了 应该没有其他太多的问题了 然后视频也看到这里了 也麻烦大家尽量给个三连 好吧 后续的话 其他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的功法系统 神通系统什么的 我都会慢慢给大家补上的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